过去20年,阿里巴巴的马云帮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 他还发誓要实现一次更加大无为的转型 如果银行不改变,我们就改变银行 他在2008年表示,并谴责中国小企业向政府放贷机构借款异常困难的现象 金融行业需要小局者 几年后,他对中共机关报《人民日报》表示 他说,他的目标是让银行和其他国有企业不爽 马云将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 如今正在清晰起来 他实现金融科技暴富的工具是阿里巴巴分拆出来的蚂蚁集团 该公司正准备进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根据周一公布的证券交易所文件 蚂蚁集团将通过在香港和上海的公开发行募集340亿美元 上市后,蚂蚁集团的市值将达到3100亿美元左右 远远超